这次气爆意外 高雄市政府说是李长荣化工的丙烯外泄所造的货 但是呢在其实地下还有另外一条中石化的管线 管内还有260公吨的丙烯 已经抽出了30吨 预计还要再花两三天的时间 才能够将丙烯完全抽完 严重的气爆把马路炸开 被指控是元凶的李长荣化工 他的丙烯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是从中油前镇处运所来送料 索性事发当晚发门是关闭的 这条就是李长荣化工的丙烯管线 可以看到他的砸门已经关断 而且前面还有盲板阻隔做双重保障 这一条就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中石化的丙烯管线 他的丙烯正在地底下进行抽取 而透过压力表可以看到 他原本每立方公尺是14公斤的压力 现在是降到10左右 32公里长的管内还有260公顿的丙烯 周六抽走30公顿后 今天中油继续协助抽取 预计在两三天完成 不过中石化也坦言速度要快 因为在凯旋三路45项附近 出现管线很可能坍塌的风险 爆炸区域底下其实有三条管线 各界只把焦点放在丙烯上 其实还有一条8寸的乙烯管量也很多 有如不定时炸弹 不过中油指出 当晚关闭阀门后开始抽取 现在已经完成 最后再注入氮气将残余气体排出 有专家研判这一次李长荣 丙烯外泄到其他地方 不是在泄漏处直接爆炸 才没有颇及另一条丙烯跟乙烯管线 如果不信三条全被引爆 极有可能是更大范围受灾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有你们谢麒文高雄报道